环保署推动环保旅馆标章认证制度 鼓励旅宿业者降低能源耗费 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今年台东有两家民宿业者 在环保局的辅导之下 落实节能省电 减少一次性的废弃物等措施 商商通过了环保旅馆同级标章认证 成为台东第一批取得服务业环保标章业者 台东市观光大县 旅宿服务业蓬勃发展 然而对环境的冲击与资源的耗损也随之增加 为鼓励业者落实绿色经营 环保署推动环保旅馆标章认证制度 依旅馆环保设施不同 分为经营同三级 并开放合法民宿申请 这一个旅店 你有没有相对的一些的污染防治的措施 还有资源回收的这一些措施 你都要有相对的 这一个量化的这个数字 那要记录 那再由我们的这一个认证的公司 去来帮你来检验 环保旅馆审查标准 分为环保政策 节能节水 减少废弃物 绿色采购 危害物品管理等面向 今年台东县内就有两家民宿业者 透过环保局的辅导 双双取得环保旅馆 同级标章认证 在107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到目前为止 总共全国有28家的旅馆 取得这样的这个认证 那我们台东县也很不容易 我们在今年 我们来辅导两家 那来取得这个认证 是同级的认证 环保旅馆除了符合环保低污染 可回收省资源的理念外 同时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 更让游客在投诉之余 亦可为环境保护 尽一份心力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